大家好,今天分享一个萝卜和五花肉的新吃法 做出来好看又好吃,招待客人也非常的有面子 先把萝卜切成薄片,尽量切薄一点 切好之后放入盆中,然后加入半勺食盐 然后用你的右手抓拌均匀 每天都在费勤忘食偶心力学的焦泽菜 能给个小红杏鼓励一下吗?感谢大家的支持 抓匀之后,把冰箱放萝卜里冷藏10分钟 准备一把面条下锅煮熟 煮熟后捞出放入碗中 好吃的关键是加入两勺上海葱油 就这么给它一拌,再撒上一点葱花和白芝麻 一碗香喷喷的葱油拌面就做好了 做法简单又非常的好吃,真的太香了 把五花肉的皮去掉 然后剁成肉泥放入碗中 放入葱姜末 加入适量的食盐和十三香 再加入一勺生抽和少许老抽 再放入一勺蚝油 加入一勺芝麻香油 然后搅拌均匀,顺着一个方向搅打上进 搅打上进之后备用 好了,萝卜已经腌好了,腌成这样 弯曲的时候不宜折断 我们看下腌出了很多的水分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萝卜洗一下,洗去多余的盐分 然后尽量几根水分 然后再把肉馅放到萝卜上面 全部都做成这样摆到盘中 往盘子中间再打入一个鸡蛋 然后放到蒸壁上面 锅底水开之后 盖上盖子蒸20分钟左右 蒸熟就可以了 起锅烧油,放入蒜末和小米辣炒香 然后再加入一勺生抽和一勺蚝油 再加入半碗水淀粉 煮至浓稠后关火 萝卜肉蒸熟后取出来 把煮好的料汁浇到上面 再撒上一点葱花,美味即成 萝卜和娃肉这样做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开胃又下饭 招待客人也非常的有面子 搭配上香喷喷的葱油拌面 真的太好吃解馋了 做法也很简单 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 非常好 我会讨论的